好,我們來準備記錄一下東門路橋最後的生命 它在2022年的12月28號要生事封閉 然後開始拆除 那這座橋應該有接近快50年的歷史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隔壁鄰居的伯伯有抱著我 那時候橋剛好從兩關開始蓋,蓋到鐵屋旁還沒有結合 那它就抱著我站在那個開縫處 大概就是目前這邊最高點這個部分 那是從另外一端,是從西邊過來的 那我印象還很深刻,就是可以看到鐵路 路橋是兩邊建起來還沒有結合 27號了,27號封閉了 好,剩沒幾天了,今天是22號 馬上就要再見了 它再來這個圓環會變成怎麼樣就不知道 如果地下畫蓋好的話 畢竟生活超過50年的地方 OK,就這樣子 雙方便可以看到 謝謝 谢谢大家